我们也注意到有关的数据和岛内舆论的一些分析评论 事实证明了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 绑架国际正常经贸合作 在高科技领域大搞打压垄断 技术封锁 胁迫一些国家和地区 围堵遏制中国发展人为的制造脱钩锻炼 已经严重影响包括两岸贸易在内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而民进党当局处以一美谋堵的政治本性 为了谋求一己私利 不惜牺牲台湾经济前景 砸台湾民众的饭碗 他们一方面限缩打压两岸经贸及各领域交流合作 为两岸正常的经贸和人员往来设置各种的障碍 一方面贴靠配合美西方反华势力 拱手相让岛内核心优势产业 台湾的技术人才和经济财富大量流失 他们这样做使得岛内经济增长缓慢 出口减少物价上涨 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日益的凸显 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两岸经贸合作 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对台湾经济而言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经济环境 只有坚决反对两岸经济脱钩产业锻炼 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才能够借助大陆巨大的市场丰富的资源 完备的产业配套 助力台湾军聚取得更好的发展 让台湾民众能够获利受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